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分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项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虚拟了一个命题 为这个麦子学院设计一款麦子直播的这样的一个VI 一个简单的一个logo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将针对于这个命题呢 做它的这个标准色的配比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品牌的标准色呢 在这个整套的这个VI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通过这个色彩 对于视觉上这个传播呢 能够突出产品的一些特点和特质 那我们在这个颜色的选取上呢 也要针对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去对它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上面的这些要求 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logo 或者说这设计这个VI之前呢 我们都知道 你要去提取它的这个颜色的话 会从这些参考图片上去寻找 寻找一些灵感 包括它刚开始播种下的时候了 它外在的颜色一些特征 渐渐的经过几个月的生长以后 它产生一些哪些上面的颜色的一些变化 然后以及它到最后成熟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你在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会给你的甲方去讲解 你的创作过程 我是怎么想的 是麦子学院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课程 我们刚开始进到这的时候呢 是一张白纸空白的 然后或者是你也有一定的基础 这个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 然后通过这样的学习 你慢慢的成长 最后到你成熟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因为学院嘛 就是教学 然后让你掌握这些知识 为了让你更快的去成长 然后你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概念之后呢 然后我们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么从颜色上的配比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吸取 用这色棒直接去吸取 选中一个颜色 作为你的一个主色 选中主色以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修改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在这框选住以后 然后选中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一个主色 然后你挑选出来一个主色 是哪个阶段 你觉得可以作为一个主色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讲色彩系列里的时候的一个绿色 那么大面积的绿色呢 它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颜色 虽然它夹杂在这个黄色和红色之间 但是它是依然很醒目 很醒目 然后呢你不用要太纯的颜色 它反而不是很好看 然后你可以 我选的是这个 这套组合 看上去比较有朝气 而且也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 它的一个特点 从一开始的这种颜色 然后慢慢的加深 到最后变成这种金黄色一个成熟的过程 在这之前呢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像是这个三色的时候的一个数字 然后细心同学也会在这里看见 景后面的这些数字 有个同学可能问 这些数字是做什么用的 在这呢 然后咱们简单的讲一点这块 既然说到这个标准色这块了 然后讲一下这个 它这个就是石榴进制 是针对于这个RGB模式下的 石榴进制 那什么意思呢 在这有一个参照表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把它放大 是粘过来的 人们看到眼睛看到的颜色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简单看一下 因为我们讲这色彩时候已经有了解了 颜色有两种 一种是发光体发出的颜色 比如计算机屏幕显示的颜色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的颜色 另一种物体本身不发光 而是反射产生的16进制颜色码 16进制颜色码的颜色 比如看到报纸 然后杂志上的颜色 我们又知道 任何颜色都有三种最基本颜色叠加而成 然后称为三颜色 那我们提到第一种颜色呢 就是说屏幕相加得到这种颜色呢 叫加色模式 三颜色是RGB 红绿蓝相加 而对于印刷品的颜色模式呢 检色模式 它三颜色是青色 阳红黄色 跟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课程 正好是相符的 相同 然后 列如 在网面上 网样上想要一种颜色 要使用RGB模式来确定方法 分别指定RGB 也就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强度 通常规定每种颜色最低为0 最高为255 并通常都以16进制数值表示 那么对于255对应的16进制是FF 并把三个数并列起来 以镜号开头 列如FF000为红色 那我们都知道 你可以在这试一下 红色 因为后边这个三色嘛 G和蓝色都为0 那么S 它又是最大的FF 那么FF最高为255 在这说255 就是表示这样的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明白了 它这块所表达的一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是为了这个 在HTML语言中规范 比较标准 所以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边呢 会有这个参照表 然后你相对的输入这些数值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 一个颜色了 屏幕上显示的一个颜色 这个简单就介绍到这里 不动呢 我把这个数值呢 这个 然后单独的做一个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发给大家 下去的时候有感兴趣呢 可以用一下 然后回过头呢 我们再说这个颜色 我是选择了这样的比较有朝气的一套颜色 然后它也是比较和我想法比较相符 那么我开始选择它的一个主色 那么这两个颜色呢 我可以作为一个辅助色 然后再用它们 再用它们三个呢 不同的明度和这个饱和度 然后调节出其他的辅助的颜色 我们还记得就是这个辅助颜色呢 实际上就是说 在我这个主色 表现不充分的时候 体现不出我这个品牌的时候 一些特点的时候呢 我会加入的一些辅助色 或者说你印刷的每件的不同 你可能要换一下颜色 相对应的一些颜色 去参与进来 那么直接可以这样吸取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这样选上 按着shift的键 然后可以加选 按这个i呢 你可以吸取这样上面的这个颜色 鼠标的左键点上去 30连续 وج来 我们可以先搅拌 肯定 腿 进· aki 而且 这个也可以选 然后我可以选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你可以适当的加粗它为了突出 在这儿呢同学们会发现 我在吸取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它突然变了 那是因为它吸取了它的一个样式 在这张图呢 它并没有描边 所以说你想要这个颜色呢 你会 你得需要在这儿做下调整 先选中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值 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下 红色呢是250 蓝色是191 绿色是191 蓝色是20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细节呢 你可以再修改一下 销编组 销编组 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就是一个完整的vi 就是一个完整的vi 在这个时候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其他上面的一个颜色上的调整 比如你要在一些辅助颜色上呢 然后做一些参考图 你可以这样画出来 按住这个out键和shave键向下拖动 要是排列整齐呢 然后这边有这个 催枝聚中 哈哈 这个摆栖的 这个摆栖的 还有あの 可以修改这个颜色 先给它们锁定 Ctrl 锁定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拖拽过来 但这个时候呢 它是置于这个底层的 之前我们学快捷键的时候 也有学过 按住Ctrl 跟Safe 键 跟这个向右的括号键 然后提到上面来 你会发现 因为颜色它这个是一致的 所以呢 你需要不同的 你在不同的一个层上面 然后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 你这个颜色的字 我看你这个项目的 你这个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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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一张 我一样的 我看你这个项目的 你这个项目的 我看你这个项目的 可以调整成白色的 或者说是这个黑色的 那么在这呢 这个颜色呢 也会做这个相对应的调整 去调整 去调整 这是你在你的辅助色或者说你的主色调上的一些改变 根据你不同颜色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变化 这个东西不是死的 是需要你去活学活用的这样 然后你也可以解锁以后去更改 像我们之前学的都知道怎么去调这个饱和度和明度 去更改这个 然后产生一些辅助的颜色 在我这个色相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去修改这个饱和度和明度 产生另外的一些颜色 参与进来 然后在这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色彩明度的使用规范 标志在不同明度的背景下 有特定规定在低于40%的深度色彩违背景情况下标志可黑 这个时候我这个标志可以做成这个黑的 因为它是会有对比的 但是要高于50%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就是设计成白色的 也会我们把它横过来 竖过来 40%的时候你可以做成这种黑色的 我们拿这个视角 先把它锁定 因为你空险的时候是不容易 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都能看得清 20%和40%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清 如果你到这个50%的时候 你这个黑色和你印刷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 你们就可以把这个黑色的标准字这部分 然后变成白色的 然后变成白色的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色彩明度的一个使用规范 40%需要记录的是10%到40%的时候 你可以是选用这种黑色的 明度为40%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黑色的 但是上了50%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换成浅色的好识别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讲这个标准字和标准色 组合的一个应用 然后具体看应用的那些媒介上 也是比较简单 然后需要同学们去收听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